大家好哦,欢迎来到小新的厨房 哦,来订单了 喂,你好呀 小新你好,我想喝奶茶了 你能做点不一样的奶茶吗 这个有难度哦 没问题,您稍等 喂,小新市场,一桶献起牛奶 好的,老板 老板,牛奶到了 来了来了 你们这速度越来越快了哦 那还用风 走你 今天就用牛奶 还有茶叶 搞一个奶茶心去吧 奶茶茶凍 记得熬牛奶只能用小火哦 不然牛奶会糊掉 记柴神 电火 杯杯里倒点茶叶 喝点水水 加点水水 茶叶太古再还点糖糖 搅一搅 茶叶糖水就煮好了 茶叶糖水就煮好了 准备一个干净的小杯杯 把茶叶糖水滤进来 哦,对 还要用到吉利丁粉 吉利丁粉 加进茶叶糖水里 搅拌搅拌 让吉利丁粉融化 放在冰箱里冷藏一会儿 锅里加点白糖 再放剩下的茶叶 炒一炒 炒成这样的焦糖色 加入新鲜的牛奶 煮啊,煮 焦糖奶茶就做好了 准备一个大盆盆 奶茶过滤进来 准备一个大盆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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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一个大盆盆盆 冰箱里的茶洞也好了 煮好的焦糖奶茶分别加进茶洞 然后再把奶茶茶洞放冰箱冷藏一会 当当当当 奶茶茶洞都好了 下面准备脱模 哎 刀不出来 那剪刀剪开 就不给你们看脱模有多艰难了 这是我弄出来的奶茶茶洞 简直太糗了 还是不要脱模了 下面给紧身的两个奶茶茶洞加点佐料 一个放下满满的巧克力豆 另一个想象满满的烟荣 另一个想象满满的烟荣 就做好了 还有这个被我搞坏掉的 我就棉为其难的 替小姐姐尝一尝 哇 真的好Q弹 哇塞 这口感 好吃好吃 再来一口 忍不住 要再来一口 同志们 一定要做这个奶茶茶洞 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不说了 拜拜 别忘了给小薰点赞 收藏 加关注哦